他特别孝敬母亲 你说他把母亲挂在嘴边上 妈妈妈妈妈妈 用不着 譬如孝子私慈亲 慈爱的母亲 父亲 双亲 你找到这种感觉没有 你说我找不到这种感觉 好的找不到 坏的呢 他又举这个坏的 淫人思美女 贪菜贪色的这些色狼们 男的思想的美女 这你总能找到了吧 好的你没有 坏的你有没有啊 满脑子看的都是女孩 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孩子 一见女孩的眼睛就绿了 跟着就来回转 嘴里还咽吐吗 这就是淫男思美女 有这种感觉没有 好的 孝子私慈亲 没有 淫男淫人思美女 有没有 都没有 是吧 那您就是说 您是木头啊 您什么都不琢磨 是吧 好的没有 在脑子里头 坏的也没有 那您这个 就是一禅题了 呗 那这辈子 可能就吹了 估计 所以大家一定得找到 我们到底每天 在心头当中 挥之不去的 到底是什么 英光老和 这个敬虹老和 不说吗 有个老居士跟他说 哎呀 我什么都能放下 就是我那孙子放不下 你看 这个爷爷 每天24小时 想的是孙子 他他他一定要念 孙子孙子孙子吗 他一定要拿出 整块时间念 那孙子孙子 不用 他心里有孙子 那这个神经 时刻时刻都在绷着 啊 虽日用百忙 你看 虽日常生活当中 百忙就是 那非常忙了 此一念 故无时或忘也 这一念头 啊 孙子思辞经 思辞亲 这个念头 迎人思美女 这个念头 此一念 故无时或忘也 从来没有忘过 修净土人 亦付如实 啊 任凭日用分反 凭你啊 日凭 任凭 任随你这一天 从头忙到尾 再忙 绝不许忘其佛念 这这你看 特别注意啊 他把这个念 放在后边 佛念 而不是念佛 啊 绝不许忘其佛念 这个佛的念头 你不能给他弄掉 我是念佛人 择得其要义 你就抓住了关键了 我问了很多朋友 我说这条咱们做到了没有 好像 美女也不思了 妈妈也不孝 你也不想 工作也觉得挺烦 你觉得 现在挣钱也没意思 是吧 这心里什么都不琢磨了 那叫无名 那不叫菩提 那怎么办呢 我的体会 我就是这种人呢 也不想母亲 也不想美女 就是懵懵等等这一天 就是念了佛之后 按照这种三个清楚 再加一 再加这十个数字 慢慢慢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心啊 浑浊奔腾 孝敬母亲的感觉出不来 看见漂亮的姑娘 也没感觉 当你把这个念佛的功夫 加上去之后 你心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平静 自性当中所本具的五轮八德 就透出来了 你自然见妈妈就觉得那种 见老和尚那种亲 而不是在一种压力 和烦恼当中 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还是要好好的 先念一段这样 这样念一段佛 你再体会体会 这种孝子思慈亲 迎人思美女这种感觉 绝不许忘其佛念 有没有 我告诉你 吃到糖了以后 你就老惦记那糖 尝到甜头了 你非得说嘴里嚼块糖 你才知道那糖甜头了 不是 看那个商店得了 你买两盆糖吧 没有商店 没有商店 反正那糖的念头 在心上还是不断 糖念 不是佛念 那么 第七个问题 就是念了这个实念法之后 大家会有很多 比较强烈的情绪 你比如哭 你比如有人哈哈大笑 鼻涕也流了 眼泪也出来了 鼻涕泡也出来了 跟着特别激动 那英光老康说 此乃善根发现也 你的善根出来了 好好你知道哭了 你知道忏悔了 或者你知道感恩了 感激提灵吗 或痛哭流涕吗 图说呢 这种 适宜的喜悦 是很正常的 和这种 忏悔的悲伤 也是很正常的 这都是佛菩萨 对你的加持 都是你这个佛号 得力的 就初步得力吧 刚刚得力的 这个积极的反应 但是不能执着 执着它 就成为魔镜 丁家里之后 我说问你一天哭几次 哭过几次吧 我说你白差不多就得了 你不能没完没了 老哭 你这念十分钟佛 你再哭十分钟 你这可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很深 印光老和尚在文朝当中说 如果你执着这种掉眼泪 或执着这种喜悦 你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 附在你身上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你看你念佛道高了吧 你看你要念佛 你学好啊 你要去西方了 是吧 念佛是为了念清净心 如果你这个清净心 没念出来 一会儿洗一会儿背 魔高一丈 魔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 来毁你 所以不能给魔 折腾我们 折磨我们 提供条件 所以不能老哭 不能老笑 老喜悦 凡所有相 结实虚妄 这算什么呀 你以后用这六字鸿鸣 能去西方 能证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 这跟你将来呢 就没法比了 您这幼儿园 您这是学前班呢 还没毕业呢 你以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当博士 千万别因为这点小的喜悦 和小的这个善根发现 把自己远大前程给耽误了 啊 耽误了 所以我们 一定要听 印光老和儿的话 因为他老人家呢 是因为语言的障碍 他的口音呢 别人听不懂 他也是可能 他是他的缘分 他不像我们 静空老和儿 六十年讲经说法 著作等身 啊 我们任何一部经 我们看了都能觉悟 每一集都是圆满的 这是刘苏云老师说的 你不用学那么多 啊 那么 印光老和儿呢 他的缘分是 靠写回信 啊 那么李静通居士呢 选了三百三十三则 啊 编 就是从这个浩瀚的文抄当中啊 这么多回信当中 他选了三百三十三则 列成十个部分 啊 这个 变成这个精华录 李炳南老居士 给他写的续在一九六七年 啊 咱们这个协会都有 非常非常好 啊 短 首先他每一封信 因为人家这大势志菩萨不是闹着玩意 没废话 每个字都是斩惊疊铁落地有声 而且不长 啊 每封信你可能花不了一分钟就读完 那种加持 那种感受 那种斩惊疊铁 那种不含糊 啊 这阵容发聩 啊 我建议大家 呃 看看这部书 啊 看看这部书 我就是在每天在听这部书和看这部书 有时间就 就看这部书 所以呢 映光老和尚说 本来是好的境界 怎么突然就变成魔的境界了 到底是魔呀 还是佛呀 那樊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说早年他出家的时候在台湾 有一个 有一个出家的出家师 岁数很大 我记不清 很有名的台湾一个方丈 他往生的时候 啊 佛光普照 还有香味 还有天悦 啊 人家有录了相 当时他是 他就问近空老和尚 他说这是 这是 是佛来接了吗 是好境界吗 师父当时说了一句话 你要不觉悟 他就是魔的境界 凡事那天跟我交流 说这怎么是魔的境界呢 这这这这明明这 人家这好 一代一代高僧大德 往生的时候锐相 到处都是锐相 那就不用说了 怎么是魔的境界呢 现在咱们找到理由 什么叫魔的境界 如果这种境界 能引起你的贪嗔痴 这个境界 就是魔的境界 如果这个境界 出现了 引起你的绝症境 那他就是佛的境界 那就是了 那你说 银人思美女 一个美女来了 你看这香港的广告也多 坦胸露背的 那你说我们作为男同志 看到这个 这这这这种暴露的 这种这种广告 他是魔境界 还是佛境界 那境界 那境界没有没有好坏 静无自信 随心而转 印光老后说 静无自信 静没有本质 随心而转 你胡晓琳怎么看待这个广告 这是很重要 对吧 你要是真像佛说阿弥陀经的 见此照片以 见完这个照片以 节悉念佛念法念圣 那我我胡晓琳之所以 今天还在这流到折腾 流浪生死 就是这个隐心不断 所以弄得我这 累生累世出不去 那这幅照片提醒我 千万千万不能再干这个了 事上没有异地都不能缠绵 愣言经说 男女之心不断 欲出莫游啊 你想出去出不去 这流到 那你说这照片 不就引起你的觉悟了吗 是吧 仙台地震 又是核辐射 又是海啸 是魔境界 是佛境界 那你要觉悟的人 你就是佛境界 你这地方能待吗 佛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八苦 求不得爱别离愿尊慧 生老病死 成固坏空 你看看 对吧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工业 这个世界的工业是什么工业 一个地震接着一个地震 不是七级就是六级 最多达到八点几级 完了以后就是海啸 二十六点三米高 根手就是核辐射 仙台地震 在别人看来是灾难 在我们这些去修净土的人 来看 那不就是警测吗 不能呆了 那你说是魔境界 还是佛境界 别问别人 问你啊 何必要从别人嘴里讨说法呢 那么我们看到仙台地震之后 按照佛说阿弥陀经上 咱们套用他那个说法 文是阴影 你看人家西方极乐世界 水流 鸟音 结眼法音 文是阴影 结息念佛念法 念佛念法念僧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世界呢 没这个福报 水流 水是洪水 鸟音 我们这哪有什么鸟音呢 全是汽车的声音吧 噪音吧 流法音了没有 流了 这世界不能呆 这世界不能呆啊 娑婆苦啊 苦不堪言呢 文是阴影 看到报纸上这条消息之后 皆惜念佛念法念僧 那么那我我是这样 我是看完现在 那那一段不是老是这个吗 一会什么日本房 什么文 什么这个 发布这个消息吧 又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点吧 那个色的什么这个 看完这条消息 关了电视 念十分钟佛 节息念佛念法念僧 再赶快吧 灾难会越来越多 程度会越来越深 念佛念法念僧 是吧 那你说 它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 关键在你 是吧 所以 境界没好坏 好坏在于你的心 所以呢 我们日用 分凡 我们这日常生活当中 你 你 你要 你 佛在无量寿经上说 此地 一天一夜修学 等于西方极乐世界 一百年 为什么 事太多了 让你觉悟的 天 每一秒钟都在给你上课 你刚想上厕所 你说 你是西方极乐世界 人用上厕所吗 你说 你刚想刷牙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 人用刷牙吗 你这一掏耳朵 一大堆耳屎出来 你说 这脏 你说人西方极乐世界 金刚不坏身 苦啊 这世界 八苦啊 生老病死 愿赠慧 爱别离求不得五音之声 一会儿饿了 一会儿渴了 刚刚清几几分钟 就来个电话 说什么公司又出事了 不就这个吗 你求不得吗 想求念佛的时间 求得得吗 求不得 解析念佛念法 不在这儿折腾了 人西方极乐世界 饭食惊形 水流 这个树林 结言法音 你看看人家里 你看我们的酒店前面 香港那儿 这个挖土机 崩崩崩崩崩的 绕过去 那十字路口 绕好几圈绕不到 要买那个 去那素食店 人家那儿黄金为地 宽广平整 说干嘛呢 说那水管子漏了 要夹一条水管子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 哪有这事 夹什么水管子呀 那揭西念佛念法念僧 你说到酒店一登记 登记二十分钟 老和尚说六点钟 让我到他们疗房 惊涉去拜见老和尚 你说这五点半才进来 那个小姐在前台 又登记又五的 你说咱要在西方极乐世界 宫殿随身 我还用着登记吗 我到老和尚呢 我们家跟着我呢 老和尚一来 想一把椅子 思一得一 思十得十 想一把椅子 一把椅子 老和尚您坐这 老和尚一走 这一动电头 椅子没了 所以 酒店登记 那豪华酒店 咱们协会给我定的 这么好的酒店 尚且这么麻烦 文士音语 听完这种声音之后 皆惜念佛念法念僧 不能呆 好到这种程度都不行 那更何况灾难要来了 哪有这种条件 还什么住酒店 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 我们日用分凡 这是好像是个消极的词 实际上 对我们来讲 真正修静导 这是个积极的东西 事很多 头疼的事 烦人的事 怨恨恼怒烦 这一天24小时跟着你 做梦你都不休息 睡觉你都歇不上 好啊 那就说明你24小时都有故事 让你念佛念法念僧 都在刺激你 都在警测你 都在鞭策你 警觉你 念佛念法 我觉得 我们要真想去西方的人 就得做如实观 就得抱着这种观点 每天过下去 不能再淡然沉情 淡就是沉溺 执着 沉情就是烦恼 情就是情爱 沉就是烦恼 这专门把情提出来 就是男女之情 淡爱之心 淡然沉情 其他都算沉 那这个世界可比西方极乐世界 修学就修得快了 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苦还是乐 别问别人 问你自己 那真乐呀 天天都上课呀 今天我上楼的时候 道团学会 一讲 膝盖发酸了 哎呦 这岁数不行了 56了 皆惜念佛念法念僧 赶快念佛吧 时间不多了 再调过来65的时候 什么样都不知道了 56了 好好念佛 老康上85了 我们能够亲近老康上时间还有多少 皆惜念佛念法念僧 实不我待 那警觉呀 所以呢 就是说 境界出现的时候 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 别问别人 这个境界出现提醒你 要去西方 回向给西方 那这个境界就是佛境界 成就你了 如果说这个境界来了 你跟着转了 你受他的影响了 引起贪嗔痴了 那对不起 那就是魔境界 所以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在工作当中 碰到 我们顺心的人 顺心的事 逆心的事 逆心的人 逆境 如果我们是觉悟 大家咱们看看啊 咱们是不是这么分析 你比如说 你碰到一个小姑娘 特别漂亮 你很喜爱她 对吧 那她引起你残尘痴了 引起你的贪爱之心了 这小姑娘是不是造业 造业了 你是不是堕落了 你堕落了 自毁就毁了她了 她跟你一块倒霉 因为没有她的出现 你不可能堕落 正是因为她的出现 你堕落了 你引起贪嗔痴了 你造业了 你可就把人小姑娘给毁了 人好好的一小姑娘 你干这个 你想这个 你不是把人姑娘毁了吗 如果说你看到这小姑娘 亭亭欲力 朝起蓬勃 特别可爱 但是你想到 哎呦 我这个是可不麻烦 我怎么这个心还有呢 我这哪去得了 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这小姑娘 今天在我生活当中的出现 那就提醒我 加功用横 好好念佛 那你加功用横 用横 好好念佛 这个动力哪来的 小姑娘给的 那小姑娘是有积极的功德 因为她在帮助你进步 那小姑娘修了大福了 她供养你 你成就了 那小姑娘也占光 因为没她 你成就不了 在你的菩提路上 这是一个台阶 所以自度就能度她 所以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你不能埋怨这小姑娘 你就这么倒霉 我怎么又碰了这么一个人呢 是吧 冤家路窄 你没有什么冤家 是冤家还是亲家 全在你一夜之间 引起你贪身吃了 他就是冤家 引起你绝正境了 他就是亲家 如果这个 你的生意伙伴 像我们这做买卖的 是吧 碰到竞争对手了 那人家价钱又比你低 服务又比你好 质量又比你好 那你可能招头标 就没招上 那这就是逆境 如果逆境 你起了真恨心了 你恨这个竞争对手 你讨厌他 你看 你自己堕落了吧 一念称心起 万道账门开 账你的菩提道 结果呢 这个竞争对手 你也给人害了 为什么 他在使一个学佛的人 退步退转 凝动千江水 不动盗人心 他动了你的心了 那道德德的业 你毁了哈 你把人也给毁了 所以亦荣俱荣 亦损俱损 所以我们在日用分凡当中 处到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 都变成我们化为去西方的动力 那这些人都跟你沾光了 为什么 他们在帮你成佛呀 那还了得吗 我们都拿点钱来供养净空老和尚 供养佛门当中说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年请 十方国土去供养 不是那修福吗 那这地方怎么修福啊 怎么供养这些众生啊 这些众生都是佛 你就把他们对你的这个联系 对你造成的影响 都变成你去西方的动力 你就天天24小时在供养佛 你何必到寺院去磕头 何必要到学会来天天盯着净空老和尚呢 谁不是佛呀 佛来到这个世界上教育我们觉悟 如果你在日用生活当中 你碰到这些人事物都能帮助你觉悟 那他不就是佛吗 那我拿什么来供养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的工作生活学习的这些佛呢 你真敢 法供养为罪呀 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呀 不是说给他钱 不是说给他磕头 不是说给他个笑脸 化悲痛为力量啊 你别化悲痛为饭量就不行了 你说我碰到这称心了 我吃原来一碗饭间变成两碗 那不行 你碰到这些事情都要觉悟 这个地方不能待 我到西方基督的世界成佛之后 我一定能把你给度了 有这根据吗 有啊 印光老康上说了 说我们累生累世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人 就咱们别的不论 他说就说我们在没学佛之前 吃的这些众生肉 就无量无边啊 你背着这个夜 你去了西方 怎么了 印光老康上专门讲了这一段 你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把你这一生 光咱不说别的 就是你杀的这些生 你烧的开水里边的细菌 让你给杀死了 你这一咳嗽吃点黄莲素 你把那个咳嗽的细菌杀死了 你拉西 你说你吃点消炎药 把这个 把细菌给杀死了 把病菌给杀死了 这些都是众生啊 你以为你光 你光吃点素就完了 你是喝开水吗 喝开水 开水里多少细菌呢 一百度之上 它怎么样啊 都白白 你炒菜不炒菜 煮汤不煮汤 哦 那不得了哦 一个微尘里边 近虚空变法界 你还不要说杀死这些植物等等 这些不说了 太多太多的众生了 你知道你这一辈子成长到现在 你跟多少人结了怨吗 为了供养你这个色身 为了维持你在这社会上的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 多少人在做出牺牲 你好好的空气 你变成二眼花碳 好好的干净水你变成尿 你糟蹋的 你这不都是糟吗 这不都是消耗吗 怎么办呢 没别的 你成佛 他就都是供养佛了 你成祖 他都是供养祖了 而且 英国老师 你到了西方 你回过头来 你要救他们特别容易 而你都杀过谁 完全知道 哎呦 这么多细菌 我都知道吗 没问题 不能以凡夫之鉴 推测佛境 你不能用你今天的之鉴 来推测佛的境界 你是不行 就一双眼睛 你的耳朵不能看 你的嘴也不能 你的嘴也不能 你的嘴也不能闻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六根互用 神通道理不可测 我们说实力无为 那还了得吗 你只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把你在这个世界 以及累生累世造的业 彻底唤清 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之处 所以我们说 哭还是高兴 念佛的时候 都不能执着 你不执着 不仅不能执着 还有觉悟 化成去西方的动力 那你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在单位 在家庭 在学校 在爸爸妈妈身边 全都是觉悟的道场 不是说做那念经叫觉悟 不是说来到协会叫觉悟 不是说去那打佛旗叫觉悟 不是的 也不是说一定要到这来 供养老和尚菜叫供养 你碰到的人事物都要供养 你要有出现 你不会伤害人家 你要有出现 你不需要别人来教育你 你早就去西方了 你不会给人添那么大麻烦 要长生惭愧心 及忏悔心 那印光老和尚说的 惭愧啊 你还得打个出租车 才来到这 这出租车还得烧汽油 还得把这当地的 这个空气给污染了 让香港居民吸着 这个坏空气 你惭愧吧 你要是有佛不在那个境界 你飘着就过来了 一念请 十方都去了 化身无数亿啊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佛 化菩萨众亦复燃 人家需要汽油吗 这儿来了 人家王庭亚还得给我开门 人家阿雄还得给我调光 这用得着吗 这光是什么 能源 能源从哪来的 美 核电站 对不对 都是有障碍 你放心 这个世界上 更相换害 无量手机上 你要想活着 一定是害别人 我说你活不下去 你不信 你看 更相换 互相之间 不是 你不把这纸 你不把这树砍了 你就变不成纸 嗯 它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 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东西 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还用纸吗 如果不用纸了 我们还要砍树吗 人家那树都干什么呀 七重来熏 七重罗网 风吹在树上 讲法呢 安和调适 风处其身 百千种月 同时俱作 文是音语 节悉念佛念 法念僧 你说人家那个树 干的是什么事 成就你菩提道 我们这个树是干什么事 为了你呼号 人家被砍下来 做成纸 你要学习 你多糟蹋这树 无量无边的罪业 起心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所以这第七个问题 就是哭和磨 哭和喜 都是在我们一念之间 所以我们说 境界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静无自信 随心而转 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教育 凡所有相 结实虚妄 这还差一层 说到底了 结实虚妄 你觉悟了 我离开这虚妄的境界 我去西方 去那真实的世界 所以说 这是一部分体会 跟大家交流 就是有些同修 提了这七个问题 在这做回 可能还会有问题 我们在一块 共同讨论 因为我念佛的时间不长 是吧 这个 很盼望了 能跟大家 就此实念之法 咱们好好的 放下万元 不跟别人比了 别人是这么念的 那人掐桌子 七个一组 那个是什么 按时间半个小时 你都别别听 听英光老赫 英光老赫 净土宗 十三代业主 八十岁 走的时候 最后八个字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毕竟见过 这么走的 火化之后 几百颗舍利 你不听他的 你听谁的 这个谁啊 这个李炳南老君说 大势之菩萨再来 你不听大势之菩萨 你听谁的 这都写得这么 这么这么 真真着着 这么不含糊 白纸唠黑字 我们还怀疑 不能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胜必过 你说你有善根吗 你说你有福德吗 你说你尊重这个缘分吗 不 英光老赫 不知德本不予此法 这累生累世 祖上有德呀 所有的父母 爷爷奶奶 祖先们 不知道积了多的德 你今天能碰到 净土 净土法们 你能碰到 英光老赫 这十年法 你糟蹋他 你不按着他做 长生惭愧心 及忏悔心 你对得起祖宗吗 你对得起 你累生累世的你吗 你前面几代的 霍奥林 多艰苦啊 修这个法门 积了多大的福气 今天你能坐在这碰到这个东西 一生成就为 一生补助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就像我们说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特别渺茫 什么叫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他在佛说阿弥陀经上说 你念这六字鸿鸣 得到的结果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是最终的结果 你成佛了 无上正等正觉 那在你现在念佛 到成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这过程当中 你还有什么利益吗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敬鸿老客 每天在讲大经解释的时候 前面开始 那个字幕 佛所行出 国意秋据 弥补梦话 风雨已失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勿修礼让 是吧 这全是念佛得带来的利益啊 这中间过程啊 不是说我这念佛很苦 最后一下子得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不是的 在这过程当中 法系随时陪着你 英光老客上说了很多呀 孩子孝敬 夫妻和睦 事业发达 身体健康 这个双亲 这个喜悦 这全是你念佛念到 按照这个十念法以后所带来的效果 不是光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金空老客上那天 前天见着我非常语重心肠说 现在人没成净心了 怎么能够唤起人的成净心 怎么能够唤起来啊 现在批评祖宗 对经典怀疑 蔚然成风 怎么才能够对传统文化 怎么才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 我想跟大家讨论讨论 佛在无量寿经上说 会以真实之理 对吧 佛说接引众生要四设法 欲令入佛制 先以欲勾迁 你要想让他进入到佛的智慧当中来 能够跟你学习佛法 先以欲勾迁 先用欲望来勾引他 为什么 末法末节了 众生的根气太差 不见兔子不撒婴啊 你说你让他老实念佛 要有恳切心 一分成净得一分利 您甭说这个了 我已经几十年没有成净心了 社会上一百多年没有成净心了 从晚清到今天 谁知道成净心是什么样 谁吃过糖 谁知道甜是什么味 你让我拿出成净心 成净心何为啊 什么是成净心啊 一念不生为之成 曾国藩先生说 他谢谢您了 一念不生 你一念不生个试试 出家在家四中弟子 你给社会大众做一个一念不生 这个好样的试试 谁做得出来 不知道什么是成净啊 我们内心自信当中 本具的这个无价之宝成净 埋伏的时间太长 谁能把这些尘土 给它清除掉 让这自信的溃宝 暴露出来 谁愿意下这个功夫 说你有自信 我挖了一米了 还没透出自信 我在挖两米 我这累了满身大汗了 还没出现自信 这得了算了 你说有自信 谁给我说底下有自信啊 说十米就有自信了 你挖到九米了 还差一米就挖出自信了 谁愿意从一米到九米这么挖啊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末法 谁相信啊 怀疑一切 科学的精神吗 不见兔子不撒鹰吗 你让我成净 为成为肯的去念佛 我不傻吗 人家都在那搞贪嗔吃慢 人家都在那跑道场 好的是都在做三十系念 我凭什么要诚恳